5月中越南渔船在海上拍摄大陆航母山东舰 当时的航机路线也在微博上流传 整整绕了台湾一圈 10个月10天再度接近台湾 中共山东号航舰编队舰船三艘 在27号五间通过台湾海峡沿中线以西北市 这段期间国军运用任务机任务舰 以及暗置系统绵密监控 国防部第一时间公布山东舰动态全程掌握 二只小时内也争获共机三三架 共箭十艘 这回又来为哪装 会这么说也是因为2019年山东舰同样行经台湾海峡 当时巴士台风逼近 专家研判共舰因此北上 但这回马挖台风路径不至于影响 对解放军来说海峡中线并不实质存在 这回也没特别靠近 毕竟对航空母舰来说越靠近我方 反而对自己越危险 若真要开战航母也不会太靠近我方便火把 航金哪里或许也是想对外界证明自家航母非宅男出了疗远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